這個...我現在開始學佛 真的真的 真的小話 真的小話 學佛是真的 我最近在開始學佛,我現在每天唸心經 我想問大家,大家知道 你們知道心經的由來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在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和尚 叫做玄壯 叫玄壯 我是你的學佛 我只是郭文貫好 玄壯他去天竺去取金 帶著猴子肥豬跟河童 他去天竺取了六百多卷金書回來 那回到大堂之後呢 猴子就被眾神背叛 身體被埋在石頭裡面 然後我們必須要收集六件法旗 才可以...才可以把他進攻他 這就是黑神話悟空的由來 玄壯 玄壯這個支線是這樣 他回到大堂之後 他把這個六百多卷金書 濃縮成了兩百六十二個字 這個呢就是現在的心經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所以這個心經呢 其實就是佛經的懶人包 那玄壯呢 就是唐朝的古阿末 大家好我是玄壯 今天要講一個純天竺取了六百多卷金書 濃縮成了兩百六十二個字的故事 可可 我每天就念這個心經 我發現我整個人變得很不一樣 真的 我以前看到女生都說 要不要去我家看Netflix 我現在都說 要不要去我家念心經 大家以後可以教我這個 東虛德上人 因為我... 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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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上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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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